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喝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个非常炫酷的忍者神龟系列的一个口水胶或者是一个黏黏胶 然后它呢是来自于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公司 也就是我们的美泰 马泰尔公司是一个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商 然后可以从我们这个小的试管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黏黏胶的颜色呢是非常的绚丽 是一个带有亮片或者是这种带有荧光的一个黏黏胶 然后它是比更加偏向于一个液体的一个状态 这期呢我们是给大家做一个拆箱的一个展示 然后它呢是一个适合于我们八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 它是这个特别是送给我们这个忍者神龟的粉丝的一个小朋友 不知道小朋友们喜不喜欢这个忍者神龟的一个动画片呢 它这个玩具组呢是完全不适合是我们的0到3岁的一个小朋友 因为它这个材料呢是相对于普通的口水胶来说呢 是更加的液体的一些 在这里面呢会含有一个非常小的迷你 迷你忍者神龟 可以从我们这个试管上呢就看到 里面呢还有一幅说明书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说明书呢 还是是一个动漫呢 它是一个说明书 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系列当中 还有别的一些忍者神龟的口水胶 以及呢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呢 会得到怎样的一些小的一个玩具 比如说我们这里呢 可以拆出它这样的一个小坦克 一个小的车 小的摩托车 小的小汽车的模型等等等等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组装起来 哇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炫酷 还有它的这种超级的一个 很大的这种家庭的家庭车 我觉得这种小的人者神龟的 黏黏胶或者是口水胶呢 都是比较的炫酷 因为它在这个口水胶里面呢 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个小的玩具 然后每次会得到哪一种玩具呢 它不会在这个包装上说明出来 而是你要拆了之后呢 你才能够看得出来 在上面呢会写着一些重要的一个说明 然后上面是有英文和德文 然后它上面说 要是要从上面呢把它打开来 这边就是上面的这个开头 然后开口 玩起来呢是典型的这个 嗯口水胶的一个味道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它的手感 啊 来看一下 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像水一样 然后等会呢 我可能是要去洗个手 然后上面已经留下了一些 残余的这种黏黏胶 哇真的是非常的黏呢 就像我们的鼻涕一样 嘿嘿可以看到我们的手上呢 都是有非常的多的这种鼻涕胶 啊我完全不敢想象 这是一个这种鼻涕胶 它能粘到这种程度 我们还是把它先放回去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新得到的 嗯忍者神贵的小玩偶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忍者神贵小乌龟 然后是一个非常可爱 然后它应该是我们忍者神贵的小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忍者神贵baby 颜色呢是经典的一个曹绿色 然后呢可以看到 我们的手上呢是基本上都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口水胶的残留物 所以我觉得这个玩具组呢 无论是怎么说呢都是有它的好处 但是它唯一的一个短处呢就在于 每次我们玩了之后 小朋友呢是一定要去洗手 千万不要把它放进自己的嘴里 因为它是不是可以使用的材料 所以这里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 嗯现在呢我们是要去准备洗个手 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 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来这个小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护士箱的赞 或者是一个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